操作一个 操行刀一个化线区域 放松 在我们的 那我们先来 操作一个 操行刀一个化线区域 放松 在我们的下额的终点这里找一个终点 然后用我们的操行刀钻用器 以这个终点为中心 把25毫米分为两半 也就是说一边各找12.5毫米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找一个点 这边这个位置 那么它这两个点的距离就是2.5厘米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25毫米 那么沿它的轮廓骨来画一条线 画一条轮廓线 这个线尽量靠这个轮廓骨上沿一点 所以不要挨着它的骨头去画 否则你打的时候可能会有可能会打到它的骨头 那么这是它的一条轮廓骨 轮廓线 这边的话 找一个我们它的全骨最高点 可以用手指来摸一下 全骨最高点做一个点 然后耳中心点做一个点 还有就是它的鼻翼中心 这里三点 三点连成一线 轻轻地画过来 笔不要画歪了 加大于是我们的鼻翼点和它的全骨最高点 还有它的耳中心点 三点连为一线 然后的话我们嘴角这里有个禁区 嘴角一指宽以内的位置是不能做的 那么我们量一指宽以后 在这里画一条线 找一个它的点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来量 在刚才我们所找的边上的 右边的这个第一个点处 我们来量二十五毫米 也就是我们这个专用尺的一个单位 一 找到之后呢 给它做上一个点的记号 二 三 四 然后下面的点数已经找好 然后我们的第一个 二点五厘米处的第一个点和我们嘴角的这个 嘴角一指宽的这个点 直直的画上来一条线 这个位置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三角区域就是我们超声道所操作的一个区域 那么再从上面这个点开始来找它的一个单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五毫米 一 二 三 三 三个点找好 那么两点一线 连成一条线 所画出来的就是我们脸部所操作的三个区域 一二三 这就是我们超声道所操作的三个区域 那么二前它正好也有一指宽 一二三 这个区域是不能操作的 我们给它搭上叉 那么根据每个人的脸型不同 宽窄不同 那有的人可能画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会窄一点 但有的人脸宽一点的画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距离会宽一点 不管它是宽窄 那么我们耳前的这一格都是不能操作的 记得给它搭上叉 作为旗号不能操作 那么脸部的区域我们已经画完了 现在来看我们眼睛的区域 眼睛的区域的话 我们先摸一下它的这个眼相 像眼瞼这个骨头 摸到之后呢 沿着它这个骨头画上来 画的眉骨以上 那么我们中间这个区域的话 大概就是一厘米左右 我们来量一下 正好是一厘米 这个区域是可以打的 那么我们再靠近下面眼带 这个线框以内的区域就是不能操作的 然后画我们的鱼尾纹 鱼尾纹的话像我们的眼角 我们人躺在那里如果说眼泪滑落的那个位置 就是眼角直直地画下来一条线 这是一条中线 那么上下 再以它的上下各45度角各画一条线 那么正好画出来就像我们平时那些所看到的有一些眼角的鱼尾纹的一个长 那个成放射状的一个长势方向 我们操作的时候探头探头也可以按着它这个线的那个区域来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画额头区域 让它睁开眼睛向上看 让客户睁开眼睛向上看 向上看 不要斜视啊 然后它的以它的眼球最高点找一个中心点 可以了 然后画一条直线 然后以这个点为终点 来向两边来量 那么额头宽窄不同 每个人的额头宽窄不同 那么它以这个终点为量 这边的25毫米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单位 正好在它的这个眉头这里 那么这边来量一个单位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找一个点 然后直直的画两条线上的 如果说额头比较窄的人 那么我们这个单位也可以不用量到25 量到20或者是15都可以 因为我们操作额头的那个探头的话 最长出来的能量大概就是15毫米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禁区 是我们人的一个太阳区的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不能操作的 我们一打叉 来做上记号 那么中间这个位置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硬糖位置 这个硬糖位置的话也是我们一个禁区 这个位置也是不能操作的 记得给它打上叉作为记号 那么这半边脸脸颊和眼睛额头的一个画线 已经全部完成 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颈部和双下巴的一个画线去操作 那么我们颈部位置和双下巴的位置 我们先来画双下巴双下巴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摸一下它的一个连接处这里 沿着它的连接处很自然的画一条线过来 放手 然后从这里很自然的画一条线过来 画到耳下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区域就是它的双下巴的位置 双下巴所操作的区域 那么我们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两边找了两个点 然后以这两个点直直的画两个线下去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双下巴的正中心位置是可以操作的 然后以这个点的第一个位置 我们来量25毫米也就是一个单位 那找好它的一个记号点 1 1 2 3 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这里是不用量的 上面这里是我们刚才画这个轮廓线的时候已经量好的 直接两点一线把它连下去 直接两点一线把它连下去就可以了 1 1 3 2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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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7 5 5 5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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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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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3 正好颈部也是可以操作三个区域 那么我们上面这里已经量过25 那么两点一线直接给它连画下去 就是我们颈部可以操作的范围 这是我们颈部可以操作的范围 那么当我们打到它的这个 喉结束是一定不能打的 还有它的一个淋巴区域 或者是它的一个动脉区域 我们的能量范围一定要调小一点 来给它操作 其他的话 就没有什么禁忌了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面部我们不可以操作的区域 第一是客人的印堂 第二是客人的太阳穴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客人的耳前一指宽的位置 然后颈部的话 就是它的喉结位置 还有就是客户的这个 嘴角一指宽以内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比较特殊 它是我们人体神经 面部神经分布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超声道探头打下去的时候 也是这个位置 靠近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 感觉是最大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超声道是由深入浅来去打 那么我们第一个探头4.5 第二个探头3.0 在这个区域范围都是不能够打的 那么第三个探头1.5 是可以操作我们的这个区域范围的 等一下在我们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整个面部的一个画线操作 已经完成了 左边和右边是同样的画法 张家庭 需要员立ies 再单出发